为促进花冬产业永续发展 活络当地社会及经济环境 日前花联县政府洗手国发基金 加强投资专案办公室 举办了创业投资领导一大补帖 国发基金投资方案联合宣导会 吸引了很多有志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或者是有意创业的民众来参加 也期盼可以给民众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促进花冬产业永续发展 花联县府洗手国发基金 加强投资专案办公室 五日于花联县府举办创业投资领导一大补帖 国发基金投资方案联合宣导会 除了有创业投资领导一大补帖分享 也介绍其他方案 吸引许多有志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或有意创业的民众参加 国发基金是在民国62年那时候就成立了 那国发基金它是一个政府100%持有的基金 投资基金 那也可以说是全国唯一的 就是一个专业的投资的基金 那国发基金的设计中子 主要是为了要协助企业的发展 协助企业取得盈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那国发基金的主要业务 是有包括投资跟融资 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放在投资这个部分 那国发基金成立50年以来 就是总共目前已经投资了1000多家的企业 那虽然国发基金它是以协助企业发展为主要的目的 我们不以财务获益为主要目的 但是国发基金也为国家赚了不少的钱 就是从成立以来 我们现在的盈域 就是累计的盈域已经有4500多亿 那脚步的盈域有多达2900多亿 但是各位放心 就是国发基金投资到公司以后 我们绝对是你们的一个长期投资的伙伴 我们不会像 不是像股市操作这样子 短进短出这样子 所以国发基金会是一个 你们稳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我们需要把花莲 让各位能够有更多的知识能量资金 让各位在 不管是经营或创业的过程里面 能够收获满满 那我想这个心情要 再次代替现场来把这个情绪 心情带给 因为他真的很希望 让花莲很好 那一起让各位来努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见更好的花莲 国发基金成立宗旨 主要是提供企业所需资金 并协助营运发展 现场特别规划 国发基金直接投资方案 加强投资中小企业实施方案 创业天使投资方案 与加强投资花东地区方案 等三项投资方案 为花莲场说明 此判透过宣导 激发花莲地区创业热情 并火落地方产业发展 接着蒋包业华理事报导 期待が来到第1章最后的这一年 使用地区创业